中国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国家,也有很多的民族,而娱乐圈中也有很多属于民族的明星。 如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第一热霸就是新疆的,同利亚居然是西伯族的,除去这些新生代的演员之外,也有很多老戏古事少数民族。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一位老演员,便是哈斯高娃,出生于六十年代的蒙古人哈斯高娃,从小就非常喜欢文艺类的东西,在十八岁那年便拍摄了他的处女作品。 后来在某一次文艺演出的时候,便被戏剧学院的老师相众,开始考进了表演戏。 在进入学校学习的过程中,他又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,与刀石最红的演员思琴高娃一起拍摄电影。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,哈斯高娃成为了一名好的演员,拍摄了很多优秀的作品,凭借着他的演技成为了演艺界的一颗闪耀的星星。 除去演技方面他的成功,我们还想为大家介绍一下,他的感情生活。 哈斯高娃的恋人是腾格尔,两人的相遇是在一场晚会上,因为对艺术有着相同的见解,这让两人的感情快速的升温。 谈起恋爱之后,因为两人的地位不对等,因一个属于刚出道的人,一个具有属于帮红明星,在这段不对等的关系,却还是选择与腾格尔,他入了婚宁的圣地。 结婚之后哈斯高娃放下了事业,回到了家庭中,做起了家庭主妇。 不仅如此,哈斯高娃为了丈夫能够更好的发展,利用自己的人脉为他寻找出路,利用了七年的时间,才把腾格尔捧成了一位家喻户晓的明星。 但也因为这样的原因,妻子一直止步不前,丈夫却越来越厉害,这让两人的问题堆积越多,慢慢的他们经常在吵架。 盯卡过后,因为太过劳累,哈斯高娃就决定离婚。 但腾格尔却不同意,因为余子坚持还是把婚离了,离婚之后哈斯高娃再次复出,参演了很多影视剧的拍摄,现如今的他已经六十岁了。 但是还有很多拍戏的摇曼,玉腾格尔离婚之后,他独自一远到现在没有在宅伴里,岁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,但都是美丽的,我们也非常祝愿哈斯高娃能够在未来获得他想要的幸福。